好了 我們準備要開始了 各位 安心上路 資格賽 請把握僅有的一半出賽的機會 第一個提示 請你看五秒 我們形容一個模仿王會講什麼 什麼話是用來形容模仿王的 第二個提示 再個十秒 會說人話 吳亦佩 可是 橡皮臉會說人話什麼的 現在簽買 簽 OK 到外面沒揭曉一下 馬上來 九關 九 九關 鳥答對沒有 答對 太可愛了 你怎麼可以 不是 我本來都要讓他 我想過他 我突然想到 吳亦佩 請就位 吳亦佩同學 世紀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畢業 他來了五次 上了四次 我們這邊還有來了幾次 都是豬頭 今天是天堂地獄 天才白癡 今天什麼人都有 好不好 請把握證明自己的機會 我沒有特別說誰 Lisa加油 亦帆加油 好 好不好 我常在想你一直來這邊看節目 為什麼不回家看轉播就好了 我來看你的 這裡是攝影棚不是病房 來看我幹什麼 我們第一個人當然要照顧慣例 看一下夢幻大獎 今天這集又有什麼 請開門 看一下喔 又不一樣了 釋壓 釋放壓力的釋壓枕 另外隔壁那個是空氣淨化器 一整組的折疊型的電動麻將桌 好小那張 五萬大獎電動輔助自行車 十萬大獎 迪士尼美語互動教材 親子居家所說 今天是要看到你的第五套題目 請公布 吳玉佩現在回答的第一題 日本泡溫泉 你喜歡日本能賞雪的露天溫泉 露天風呂對不對 重溫主播台 在國際橋牌社2裡面演的就是主播 屁股最好看 臉出了翹腿 聽說網友狂讚 是 看來喜歡你屁股那麼少 鳳梨經典料理 拍短片支持台灣鳳梨 是 眼睛這樣保健 可以高度近視還有閃光 所以非常注重眼睛的保健 是 鎖骨控 看智 這是兩件事情 你對鎖骨也非常的迷戀 你覺得鎖骨性感 OK 好 貓咪性格談 你的貓咪養了九... 九年 九年啊 對 我的天啊 折耳貓 短貓貓 是吧 飯糰拌面選哪個 我們從哪邊開始 最近的好了 拌面選哪個 來 請 主題 飯食與麵食 可說是人類的兩大主食 請問項列 關於飯 麵的敘述 哪一個是正確的 A 白米飯比麵食營養 B 麵澱粉吸收較快 C 高筋麵粉 麵條澱粉多 我的答案是 B B 麵澱粉吸收較快 請說快 說定 白米飯比麵食營養 這句話不盡然 是吧 白米飯跟麵食的營養的程度 我覺得是不相想像 可是麵 為什麼大家都說 如果你真的要減肥的話 吃飯會比較好 因為麵它已經被磨成了 那個麵粉 麵粉 已經這麼細了 再做成 它就是加工食品 所以它的澱粉吸收度 就是生糖質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要減肥的話 吃飯會比吃麵好 你很少看到健身教練會叫你吃麵 他說叫你吃飯 或者是 就是那種全麥麵包 會比較好 那高筋麵粉呢 高筋麵粉的 麵條澱粉比較多 沒有 中高筋是蛋白質的含量 中筋 低筋 高筋是 取決於蛋白質含量 跟澱粉的多管沒關係 麵澱粉吸收比較快 是嗎 請介紹 好 對 好 我們要先告訴大家 其實高筋麵粉做的這個麵條呢 它基本上蛋白質的含量是比較多的 所以它的澱粉含量相對就少了點 那麼其實麵跟飯 它們的營養價值是相同的 那其實比起來 這個飯它不要去殼 保持著胚芽的部分 也是會更營養 就像是如果我們是全麥的麵條 它的營養價值也是會比靜電鍋 再更好一點 那麼比起來兩種都是澱粉 但是麵條它在我們的腸道裡頭 吸收速度比較快 所以如果你的希望吸收快的話 吃麵會比吃飯再更好一些 第二題 泡溫泉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 A 7天 請出題 妳是猜的嗎 其實我7跟10有點在游移 因為我會覺得7 妳有聽過湯治嗎 有 湯治 他們其實有滿多地方 因為日本的溫泉的種類有很多 然後有一些他們是 溫泉是真正的 譬如說可以治筋骨痠痛 可以治婦女病什麼的 所以他們其實從古老 一直都有湯治 可是我其實有在游移 因為15天是我第一個刪掉的 不太可能這麼久 那7天就是一個一週的療程 但10天我覺得也有可能 這是妳的第二題 這麼年輕 請揭曉 我還差點可能猜錯 日本人他們對泡溫泉 是相當解救的 那麼在江戶時期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到溫泉的飯店裡頭 去住宿的人 其實是他們會分成 兩種不一樣的住宿方式 一種是鋁籠 另外一個才叫做溫泉旅館 那其實鋁籠是提供給 只是去當地遊玩 觀光 稍微住個一兩天 這樣的客人去住宿的 但是如果你要進行的是倉治 就是是有這種療程性質 去泡溫泉的服務的話 才會可以住到溫泉旅館 那一次一定要住一個禮拜以上 每天早中晚要各泡一次 那麼才能夠完成整個療程 讓你的皮膚達到想要的狀態 調整你的行程代謝 第三題 我的一彎又在巷子頭了 來 眼睛 眼睛竟然保健 妳的近視跟閃光是遺傳的 還是後天造成的 其實有一點遺傳 因為我爸媽都高度近視 可是我小學 妳還都會遺傳 我小學三年級近視就八百 然後高中畢業 我近視就一千二 那為什麼眼珠不凸啊 因為我 後來就是雷射 重電光明的感覺滿屌的 超爽 然後我開完刀的隔天 我竟然看到我媽走過來 是清楚的 我就哭了 我第一次看到我不用看眼睛 妳媽長這麼嚇人 不是 就看到媽媽是清楚的身影 保護妳的眼睛 小心喔 請主題 根據美國研究指出 快走不僅能夠強身健體 還能夠降低眼心 哪一種症狀的發生機率 A 飛蚊症 B 白內臟 C 老花眼 我的答案是 B 白內臟 索麗 妳是真的知道嗎 我第一個刪掉的是老花眼 然後白內臟其實是 我們譬如說 長時間使用3C產品 也會讓現在的白內臟的 發生的年齡降低很多 對 對 所以如果說 走出去多運動的話 也許白內臟發生機率會比較低 妳剛剛這段是 因為 妳一副長的 她講得好像一副有備而來 事實上是掰的 她掰得好誠懇喔 白內臟 答對沒有 切影 揭曉 水 我答對了 好強 好強 我答對了 我知道 我答對了 看到... 好 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紀 就開始產生了白內臟的問題 那首先要告訴大家 其實白內臟 就是當我們的眼睛水晶體 變得混濁 這時候裡頭就有一些沉積物 所以這個研究就發現 其實不只白內臟 還包括了黃斑布病變跟青光炎 如果你每天都有 慢走一個小時的習慣 那就可以減低這樣的風險 來到19% 那麼如果你每天有快走的習慣 可以降低26% 如果甚至你是用慢跑 這跑步的狀態的話 更可以減輕34% 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當我們身體動起來之後 其實你的血管呢 這個流通循環就會加快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你眼球裡頭的 這些廢棄的物質啊 從這個眼睛的內部帶出來 同時也可以把對眼睛 有比較好的營養價值的這個物質 送到眼球裡頭去 所以增進循環之後呢 就可以讓你的眼睛健康 更加容易維持了 恭喜來到一萬元 四位請願 謝謝 謝謝 第四題 那就看屁股吧 好囉 看屁股囉 屁股最好看 請出題 怎麼啦 這三個都喜歡看屁股吧 我的答案是 C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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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 非洲 我覺得越原始吧 如果美洲有分 原始 它常常露在那裡 有什麼特別的啊 沒有 所以他們這是最原始的 去吸引人來繁衍下一代的 吸引男子要看這女子 要繁衍下一代 我就是最直覺 那如果是美洲有分 北美跟南美 我會選南美 你找原始的地方想是不是 對 我覺得他們就是 是最真實的 舉家答對的舉手 我猜我到底 才兩個喔 漂亮喔 不好意思 才兩個 好 一凡選擇的是 歐洲吧 為何 因為他說 哪一個地區的人 最喜歡看 就是他們要喜歡看別人的屁股 非洲的他們的屁股都很漂亮 我喜歡看他 應該是我們喜歡看他的 我猜美洲 對 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在北國工作的時候 他的這個同事裡面有很多 不管是北美南美墨西哥來的人 他們跟我聊天的時候都會說到 尤其 西班牙裡面有一個叫做 Mamacita Mamacita就是講女生 女生她的 看的第一個是看她的屁股 他們每次跟我說 這個女生很漂亮叫我看的時候 就是看她的屁股很大這樣子 我突然想到有可能是美洲 因為美洲很多人去做假屁股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我們常常看到每個女生 他們 對 然後 對 他們是去弄假屁股 他們也覺得不醜 一個屁股跟上半身多出一倍出來 她不覺得醜 怪了 對 Amanda 美洲 美洲 美洲兩票 歐洲兩票 非常好 請揭曉 搞不好脆喔 好好脆喔 多起三位淘汰 天啊 還真的 跟這次上不同地區的人喜歡呢 這個審美的部位就不太一樣 像是歐洲人跟台灣人 最愛看的部位就是腿 雖然露在外面 但是大家覺得看到腿 非常的性感 但是如果泛質整個亞洲來說呢 最愛看的地方是胸部 那非洲則是狂愛臀部的部位 但其實也不意外啦 因為其實對於非洲人他們來說呢 他會更在乎 升職 升養的能力 所以只要屁股越豐益 就會覺得這個女生很性感 第五題 鳳梨 拍了什麼短片支持台灣鳳梨啊 就是那 大陸不是不跟我們進鳳梨了嗎 所以我就殺去台東拍了一個 就在鳳梨田的短片 然後就跟大家呼籲說 台灣鳳梨很好吃 請大家要吃起來跟賣錢 妳為了這個專程跑一趟台東 對 是節目的需要 沒有 最好 真的 而且我還自己飛空拍機 妳好特別喔 我水瓶座怪人 鳳梨經典料理是什麼 請 請 對 對 夏威夷披薩會添加鳳梨 在披薩上面 非受義大利人嫌棄 請問他最早是誰發明的 A 泰國人 B 加拿大人 C 瑞典人 什麼 夏威夷披薩 對 它有鳳梨 最早誰發明的 沒有 所以義大利的夏威夷披薩 沒有鳳梨囉 是不是這意思 對不對 我的答案 三分零五秒 快點 夏威夷披薩有火腿 有鳳梨 火腿 火腿 我答案是 Z 瑞典人 蘿莉 火腿大概跟瑞典有什麼關係 應該是說 我的思考是假設如果 大家會知道說 也許鳳梨是比較熱帶的產物 所以是泰國 如果是我直覺 我會想選泰國 我也滿想選泰國的 可是我覺得是不是太 太簡單 直覺了 但我在想說夏威夷披薩 上面有的東西就是 有鳳梨 然後有火腿 那我不知道 我就想到說 有火腿 有肉 就是用醃漬的肉去做的料理 我會想到瑞典 就比較冷的國家 就這樣如果答案是瑞典 很有意思啊 請 計較 終於答錯了 什麼啦 正確答案是 好 那大家應該會覺得很奇怪 到底它為什麼叫 夏威夷披薩呢 事實上它跟夏威夷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性 那主要是當時有一個 希臘裔的廚師 他在加拿大這個地方的餐館 有一天一時興起 拿起這個夏威夷鳳梨 做的鳳梨罐頭 然後把它放到披薩上面 想要做一個試驗 做出了鳳梨披薩 沒想到義大利人 他們超討厭這種夏威夷披薩 討厭到什麼程度呢 像是非常知名的世界名廚高登 他就說鳳梨披薩根本就是邪教 還有在這個肺炎封城期間 這個義大利的城市裡頭 整個賣場都賣光了 就只有夏威夷披薩 都沒有人要買 送我禮物 是皮膚保水養貨二選擇喔 送給你希望你喜歡 謝謝保養品我喜歡 祝你興奮永住 一定要 OK 謝謝 下一回合這個在 我沒有人要買 感谢观看